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陵之战大败魏国 成为了魏国失去霸主地位的转折点 随着魏惠王主动败前齐威王遵齐威王为王 由此魏国霸主的权杖正式交给了齐国 战国使齐威王成为了齐国的第一代霸主 那么战国使齐国第一代霸主齐威王 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君主 他的继任者齐宣王又是如何守护齐国霸业的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摆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下部第三集 田齐霸业 齐国第一代霸主 就是齐威王归姓田氏明英启 所谓归姓旅旁一个尾字 就是归 顺的后代 也是又来一摊的 齐威王呢 在位的时候 他是田齐的第四代国君 是田齐的第一位王 也是田齐世家中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 有作为的君主啊 就常战会 一鸣惊人 所以有一个典故呢 叫一鸣惊人 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明 一鸣惊人 就这么一点故啊 他用于两位国君 韩非子的余老篇 说那是指春秋时候的霸主 楚庄王 但是史记的滑稽列传 旧独独古籍列传 里面说呢 这个是指战国时候的齐威王 这就成了一个桥段 凡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上台的时候 首先就是不管事 这个齐威王上台不管事啊 他不是说三年不明 三年不飞 他是九年不明 九年不飞 他结尾之后的九年 赵国 魏国 韩国 还有鲁国 还有那个小魏国 纷纷来攻打齐国 所以齐国老百姓啊 没过一天安身的日子 齐威王就在那里呢 成立于九色之中 这是一个表象 其实他暗中在对国内的所有情况 进行仔细地调研 然后来做一个一锤定音 九年之后的某一天 齐威王召集了七十多个地方官员 来开会 首先他召见了吉莫大夫 说吉莫大夫啊 自从您上任以来 我这里每天收到告状信 都说您的坏话 但是我派人去一考察呢 您那里啊 没有荒芜的耕地 老百姓安静乐业 官府里没有吉牙的公事 您是一心一意在工作 但是啊 您就一条不惠 你没有收买我周围的人 让他们给你唱赞歌 所以 今天我就 讲给你一个万户乙 有一万户人家的风意 风给你 随后就召集另一位大夫 叫做厄臣大夫 又称为厄大夫 齐威王说了 左哥大夫 自从您上任以来 在我周围 每天都有人 说你的好话 给你唱赞歌 但是我派人一调查呢 利益田地荒芜 百姓困苦 敌人来进攻 你或者是不抵抗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要你这样的官员有何用 原来你就是用重金 贿赂我左右的人 所以才得到这样的称谕 下令 喷掉厄大夫 也就是煮一大锅水 扔到里面给煮死了 不但是喷掉厄大夫 连到那些接受贿赂 为厄大夫唱战歌的 一起喷掉 震动全国 随后就发兵攻打赵国 攻打韩国 一时振奋 那魏国已听说这事 马上我该退个礼的土地 就退个礼 赵国侵占什么土地 退个礼 所以齐威王就这样 他的威信建立起来了 有一个普通的世人 他能够以小见大 有此吉彼的认识事物 而且能说会道 分析事物都分析得很好 这个人叫做周济 周济见齐威王 听见齐威王在古琴 进去叫好 齐威王把建一案 又来一个吹捧的 你还没听出个名堂 怎么就说好呢 于是这个周济就讲 你的大选是什么样 那象征着明君 你的小选是怎么跟着想 那象征着国相 你的手怎么勾勒 响出声音 那个和谐标志着的政策 是怎么样得人心 于是他把整个古琴的记忆 和治理国家的方略 柔合在一起 讲得头头是道 这使得齐威王 刮目相看 原来只知道李慧弹琴 不知道还对秦礼 理会得这么深 秦礼之中有政治 有治国之道 所以这个周济呢 仅仅三个月 就被齐威王封为国下 张国策里有一篇 著名的周济凤齐威王拉剑 说周济这人啊 是齐国的一个美兰 但是齐国还有一个美兰 住在陈北 叫做徐公 周济就想 我和徐公都是美兰 究竟谁的颜值更高 他的问问 问他的妻 问他的妾 问他的客人 他问妻妾客妻 说君美胜 徐公喝了几君 只是爱之声啊 那你太美了 徐公怎么赶得上你呢 问妾客 那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回答的 说徐公不如君之美 到了晚上周济躺下来 仔细这么一想啊 我不如徐公美 因为徐公白天来过 来了以后他看看徐公 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咱来言之啊 不如徐公美 还差得远了 妻妾客各有自己的要求 妻子没我者 私我也偏爱 妻子没我者 为我也 他是怕我 客是没我者 有求于我也 有求犯事 所以说我美 这一年一想通 他就迅速地联系到一个国家 于是入朝 就用七位王 把家中之弊 过渡到国中之弊 对七位王说了 说您 做我们这个大国的国君 国父左右 莫不私王 朝廷之臣 莫不贵王 四井之内 莫不有求于王 由此官之 王之必胜义 从这里看起来 大王宁 斯德蒙蔽严重了 那些宫女左右的人 哪一个不是偏爱你 朝廷大臣 哪一个不怕你 全国的人 哪一个不有求于你 所以他们说 你了不起伟大 那都是假的 这番话 作为一个一般的君主 或者昏君听起来 就很不入耳 但是齐威王不是这样 听到这话 马上吸收了 有道理 所以立马下了三道命令 三道命令是 当面来给我提意见 批评我 受上等赏赐 能够用书面语言 上书见寡人者 来健全我 那是次等的赏赐 能够在朝廷里 在大街上 在那里非议我 但是被我知道了 受下等的赏赐 命令刚刚下去 门庭若市 人人想得赏啊 就要提意见 要批评 数月之后 隔了几个月 时不时的 有人来提出批评意见 到了一年左右的光景 人们还想得赏赐 还来提意见 但是没得说 说什么呢 这个国家太亲民了 听到这样的情况 说几个大国啊 什么秦 魏啊 韩啊 楚啊 这些大国啊 都来朝拜 这个就叫做了 战事与朝廷 就在自己朝廷里 战事的敌国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不仅是说 齐威王的执政掏掠 更主要的是 从中能看出 齐威王心思缜密 知人善任 一代名臣 邹记的经历 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邹记善于 把生活中悟出的道理 与治国之道相结合 堪称是 以小见大的典范 不过 人无完人 在庙堂之上 侃侃而谈的邹记 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人呢 这人的性格呢 就和魏国的 那个公书琢 基本一样 我们知道公书琢 他辅佐魏惠王 把那个商鞅 紧急地攥在手里 从来不推荐 到临死的时候才推荐 为什么不早早推荐 嫉妒啊 这小子一出去 本领在我之上 还有我的位置吗 这个邹记呢 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邹记嫉妒田记 田记是 习国王族的人 担任将军 而且他又是人才 他用了孙并 所以在这个朝廷里 这个将的名声 在相之上 将相不能相合 他就得想办法 把这个田记赶走 就像当年公书琢 把那个武器给挤走 是一个道理 怎么挤走呢 有人跟他献祭了 说 赵国向我们求救的事 林表示反对 说不要救 林为什么要说不救呢 应该救啊 你还要推荐田记将军 去救啊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结果 打了大胜仗 回来 你就可以跟他加上一个 骄傲自满 目中无王 什么样的话 你去编就行了 如果打了败仗回来呢 那更是捏在你手里 想怎么捏怎么捏 周记一想 这几目好 于是呢 改口 要救 而且是田将军去救 攻打乡林 这个威威救赵 胜利之后啊 这位 谋臣策士 又来各周记献祭了 说现在呀 您可别闲着 您派个人 到街上去 找一个不挂的先生 你拿重金请他不挂 出手要大方 他显得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直接告诉他 我是田记的人 田记的家人 来不挂 不什么挂呢 这我们连续地打了胜仗 战果辉煌 我们要办大事 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 咱们不这个 什么大事啊 所谓大事 就是谋反 你想谋反 看这个谋反 能不能成功 布挂之后呢 向国宁啊 马上把那个 布挂的先生 抓起来 送到咱们大王那里 去验证 验证是谁 让你布挂 他布的什么 那个人当然就要说 是田记的人 找我布挂 布的是 打了大胜仗 战果辉煌 现在要行大事 问成也不成 这个就坐实了 一条罪状 就是田记想谋反 谋反之嫌 先不挂 是吧 所以田记 你知道这事啊 那将军嘛 哪有那么多诡计啊 所以呢 就干脆发兵 围攻 林志 就是现在山东 支波市 也就是齐国的首都 专门去抓捕了一个 周记 那周记跑了 躲了 没抓着 抓国相 那得了 终于他把田记 给挤跑了 正是因为有了 这样一个周记 这样的人物 在个 齐威王 冲谋划策 做国相 掌握大权 所以比他更强的人 在这里 就别想立足了 齐威王 在桂林之战 马林之战以后 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 又要做一个 标志性的事件 什么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率领诸侯们 去朝拜周天子 这就是演戏了 你以为那个田英奇 就是齐威王 真的对周天子 有点什么尊重 没有的 这就是标志着 现在我做了霸主 做霸主 就要尊王冉仪 这是老故事 后来 这位周天子 他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各国诸侯 自动的要去调研 这个礼节 大家还是要遵守的 平时不去拜见 但是人家死了 各国诸侯 都去调研 但是唯独齐国的齐威王 他迟到了 对迟到 周王朝发话了 在发个齐国的 专门的复告里面 就说了 天子去世了 天动地裂的事 但是 你那个齐国 居然敢于你落后 把你推出去斩了 你也说了多硬棒啊 你为谁 把他周天子 当过事了 那么齐威王 这个田英琪 听了以后 说了一句什么话 说了四个字 儿母 毕业 啥意思 说你妈是个小老婆 就骂天子 你就可见了 这个齐威王 尊重周天子 那完全是演戏 演给大家看 我现在做霸主 还尊王朗仪 齐威王是在做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齐威王建立了 济夏学宫 济夏是个地名 在齐国首都 林子的东门外 学宫又是什么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院 召集各门各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 都给他们住上好房子 给予一个大夫的待遇 让他们不治而议论 就是不具体管事 专门的从事理论研究 各门各派的学者 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力 这在当时来说 是整个华夏大地上 唯一的一个 最大影响的学术中心 齐威王这一点 做得很有气派 这个时候呢 为惠王回光返照 到了齐国的徐州 他恭敬地来 遵齐威王为王 齐威王一日不好意思 再就是独自称王 才为众师之地也不合算 所以呢 也要顺便地尊 威慧王为王 第一次 有了这个国军之间 互相承认你是个王 在外交上彼此承认了 而且这些承认呢 威慧王带来的 还有几个小国 这几个小国也都得承认 威王齐王是合法的王了 徐州相望 这个王都做望 这个动词称王 护相曾文王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件事啊 周天子都不知可否 因为你们称王 那是你们的本事 自己这个衰落了 弱小了 不好说什么话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提问说 齐威王上台之后 九年之内都无所作为 这是为什么呢 齐威王你干啥去呢 原来他去调研了 他细心调研 了解官员们的职制状况 所以到第九年的十二 他来宣布 什么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也研究清楚了 为什么有的官员 忠心做事 沉寂非然 但是人们都在这儿 告他的刁壮 说他的坏话 为什么有的官员 他知的地方 我去一看呢 一塌糊涂 但是每天都有人 在我这里称赞他 为什么 贿赂 所以 这个齐威王了解清楚之后 这一天 把那个十二位贿赂的 拿来一锅煮掉 把那个不贿赂他人 不求赞仰的 这位老老实实的官员 跟他赏赐 封他的地 对这个做法 震惊国人 从此以后 谁也不敢吻乎是非 军事上 齐威王任用一代军神孙弼 取得了重大胜利 文化领域 齐威王设立济夏学功 招揽天下人才 百家争鸣 正是由于齐国各个方面的出色成就 才有了卫会王主动拜见 齐威王互相称王的故事 那么在齐威王去世之后 继任者齐宣王为了守护霸业 做出了哪些决策呢 我们先说了 齐威王去世以后 他的第二代 能不能够坚持这个霸主的事业 霸主事业是坚持了 但是呢 齐宣王好战 也就和魏国的第二代 魏武侯好战是一个道理 好战向谁战呢 机会来了 就是燕国 燕国现在传到一个王 最后他没有嗜好 他的名字叫快 成为燕王快 燕王快 他是一个相当糊涂的王 当然在战国时代也是唯一的一个 要效法遥顺善让的王 这首先是纵横家们的古道 我们知道 苏秦曾经在燕国待了多年 和燕英王的母亲 有通淫的行为 最后呢 是在齐国 那么燕王快 上位之后啊 他的国相叫子之 这个子之呢 他本来就和苏秦 又结成了儿女亲家 苏秦死了之后 苏秦的弟弟苏代 到燕国来 仍然是把这个子之啊 作为他的落脚点 和子之非常友好 于是呢 苏代和子之啊 在一起密谋 咱们怎么样 来篡夺燕国的王权 还要使燕王呢 主动的把权力让给你 于是苏代从齐国来 燕王就问他 那个齐国要做霸主 做得成吗 苏代说做不成 为什么 苏代说 他不相信他大臣啊 一个不相信大臣的人 怎么能够做霸主呢 为什么他说 这个齐王不相信大臣 就不能做霸主 就是告诉燕王 你要相信你的大臣 相信你哪一个大臣 就是你的国相子之 于是讲子之 怎么怎么的好 再讲啊 说真正古代啊 那么多的帝王 能够名声流传至今 被全世上的人称道的 那也就是谣顺语 那谣顺语为什么被人称道呢 只有一个字让 两个字善让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 找到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把位置全力让给他 这一让 明传千古 燕王快也是一个想明传千古的人 说这个倒是好 这比打仗好 让 可我让个谁呢 没有这样的合适的人选啊 那么苏代就跟他说了 其实你的国相子之 就是一个最佳人选 很有能力 能够把燕谷治好的 燕王快说 好 就定了 救他了 初步地下这么一个方案要善让 又有一个 如毛寿 这么一个民不见经砖的 税盒 来游水燕王 说姚顺语的善让啊 只有姚和顺是成功的 语的善让是失败的 姚让个顺 把他的权力交个顺吗 而且把官员都换成顺的 而顺把这个地位 让个羽的时候 首先让羽安排了自己的人 做各级官员 但是羽 选的人叫博弈 但是羽有个工作没做到位 就是他让位 他的官员呢 却没有换成博弈的人 所以在羽去世之后 博弈来即位啊 在羽的儿子下起 就带领自己的人马 攻打博弈 把博弈改下台了 所以这关键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官员 没有换 这可不行 英文快说 你这就说 让我把我的官员 都换成子质了 这好办啊 于是下令 全国三百档骨子 以上的官员 所有的官印都给我交上来 然后用子质的人 这就挤坏了一个人 谁 太子平 太子是法帝的继承人 你老父亲在那胡闹 你就闹呗 你闹完了 我来收拾 当你把 全国的官员 都换成子质的人 我倒是怎么收拾啊 所以一级之下 罚兵 攻打子质 太子和国相 打起来了 打得不可开交 太子手下 还有一位将军 叫做士贝 支持太子 但打去打来呢 这个士贝啊 又反水了 反过来攻打太子 当 燕国打争的 一塌糊涂的时候 齐国 第二代霸主 齐宣王 得到 一个大学者的建议 说这可是个机会了 攻打燕国 这就是当年周武王 讨伐上周武王的机会啊 商朝自己乱 那周武王 以有道发无道 这个提建议的人是谁啊 他是大名鼎鼎的孟子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留言中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 魏国的西河学派 与齐国的纪下学功 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在中国文化史上 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魏国的西河学派 是在孔子弟子 子夏的主持下 展开的 但是子夏呢 不是恪受孔子之道 而是有所变空 要使得这个孔子的理论 与时俱进 为现实社会的政治服务 齐国的机下学功 又进了一步 他们不拘离于某一门某一派 而是召集天下各门各派 文学游说之事 在这里不知而议论 专门研究 治国方略 这就使得呀 战国时代那种百家真民 百花齐放的 这种形式 展开了 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那种多元性 自由性 这是很有影响的 有长远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一侧 资质平庸 毫无作为的燕王快 却想名流轻视 再加上谋士苏代和子制的扰乱 燕王快竟然萌生了在大争之事 善让王位的念头 正是这一荒诞的念头 导致了燕国太子与大臣的争斗 最终刀兵相见 国之不国 此时 一向以仁者无敌自居的孟子 却劝齐宣王趁机攻打燕国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齐宣王会照着他的话做吗 请继续收看 大秦崛起下步 填其霸业 孟子不是反对那些非正义的战争吗 你咋要鼓动齐宣王 去攻打燕国呢 因为孟子认为啊 这个齐宣王以有道乏无道 是为燕国服务 去整顿燕国的 哪知道齐宣王的军队啊 一开到边疆上 先完太子 听说你要整顿曹刚 整顿全国要不要帮助 咱来了 我们虽然弱小也可以帮这忙 管你让不让我进来呢 杀进去了 这个是燕国对外呀 就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所以齐国的军队大举入侵燕国 他们来干什么呀 墙 烧 杀 把燕国所有的宝屋 祖传的那些宝屋 全部一起搬到齐国去了 这完全是强盗 趁火打劫 那完全不是孟子说了什么 以有道发无道 为什么孟子相信这齐宣王 当桂林之战 马林之战 他父亲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 而季下学宫又办得那么有声有色 所以文治武功 文治季下学宫 武功 桂林之战 马林之战 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 那我们的学学 古代的霸主 究竟是怎么个做法呢 我应该效法些什么 于是齐宣王问孟子 齐桓安静文之事可得文乎 春秋时代 齐桓公 静文公 行霸道的事情 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这事啊 孟子最恼火 因为孟子不听霸道的 所以孟子呢 觉得这人 你不听他 一个回绝也不好 得因实力道 孟子开口就说 众里之徒 无道桓文之事者 孔子的帝生们啊 从来不谈论 齐桓公 静文公 行霸道 所以呢 后世没有流传下来 我 从学问的传承来说 是第五代了 所以我没听说过 大王你一定要问问治国 我给你谈谈网道吧 如何 那齐宣王说 什么样的道德 可以雄王道 统一天下呢 孟子说 两句话 保民而忘 莫知能力 两句话 保护人民的利益 统一天下称王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挡的 齐宣王关心的是自己 马上又问 像寡人我 可以保护人民吗 孟子说可以啊 不假思索回答 可以啊 何有之物 可以 齐宣王有所怀疑 你怎么知道 我可以保护人民呢 孟子说啊 我听你 沉下一个叫 胡和的说过 有一次 大王你坐在 大殿之上 有人牵着牛 从你堂下经过 大王您就发话了 放了他 就把牛哥 放了 那牵牛的人 有人就问大王啊 说照您这样说来 咱们那个 祭中的仪式 就废掉吗 我是拿去 沙拉以后 用血涂在 中骨上 祭中骨的 这个仪式废掉吗 大王您说了 怎么可以废掉呢 用羊代替 沙羊用羊 血涂在上面 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啊 齐宣王说 当然是有的 这表现 他的同情心 而孟子呢 是想行善论的 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侧隐之心 孟子就说了 其实啊 我坚定地认为 您是有侧隐之心 不忍看见牛 您死前发抖的样子 但是老百姓 不这样认为 用小小的羊 来换掉一头大的牛 所以老百姓认为啊 您是吝啬 对谁吝啬 对神吝啬 舍不得杀牛 这弄得 齐宣王 倒是非常尴尬 说这个 我还真没想过 孟子看见 齐宣王一尴尬 我就再迎道理 再认识 说没关系啊 您 是看见了牛 没看见羊不是 看见了牛 你就同情牛 要是看见了羊呢 你也会同情羊的 君子对于禽兽啊 就这样一个特点 看见他 活生生的 你就不忍 看见他死 你听见这个动物的叫声 你就不忍吃他的肉 所以君子们是远离厨房的 因为厨房里面 你既看见活生生的 深处 你又听见他的叫声 你怎么能吃肉呢 但君子是要吃肉的 所以君子愿袍竹 这一解释啊 这个齐宣王 可是心花怒放啊 您解释太好了 我就是这样做了 那么我这种心思 怎么就合乎王道呢 孟子想啊 咱也没说你合乎王道啊 我再提个问题 不回答你的问题 合不合乎王道 咱不说 我提出个问题 说有人啊 像大王里汇报说 说我的力气大呀 能够举起千斤重 但是举不起一根羽毛 我的势力好啊 能够看清秋天豪毛的毛间 但是一大车的木材 我看不见 大王您同意这个人的说法吗 齐宣王说 当然不同意 你怎么举起千斤重 举不起一个羽毛 你怎么看见秋天豪毛的毛端 你又看不见一大车的木材 否 只要你否就行 孟子接着说了 说一语之不举 一个羽毛举不起来 是他不用力气 一色彩色看不见 是他闭着眼睛 那么大王您 现在恩其禽兽 你的恩惠 师其禽兽 牛的身上 但是你的政绩呢 却不能够 优惠到百姓 什么原因呢 事不为业 非不能业 你是能做到 不做 不是做不到 为什么你不做呢 因为你心存霸道 修王道啊 首先从善心出发 由此几笔 把善心扩大 发扬开局 这个就叫做推恩 再说了 说到打仗啊 您可以打 我想问个问题 孟子他说 我的老家 周人 现在的山东周县 古代小小的周国 要是与楚国人打仗 但往您想想 谁会胜利呢 其禽兽 毫不犹豫地回答 楚人胜 孟子说 对了 小不可敌大 寡不可敌重 弱不可敌强 以此推致 你骑过呢 天下有九州 骑过截场不短 有九分之一 凭你的九分之一 去以九分之八的 天下为敌 你能够取得顺利吗 那不是原木丘鱼吗 那不但是原木丘鱼啊 后壁有灾 就会自取灭亡 孟子跟他讲了 这么一大段的 剑霸尊王的道理 剑霸尊王 不要行霸道 要行王的道理 因此呢 他满以为 这个齐宣王 他是要行王道的 行王道 面对燕国的大乱 进去之后 是拯救燕国 哪知道他行霸道 进了燕国 是大抢特抢 烧杀抢 然后把燕国 扭略一空 弄到他骑过去了 那么燕国 好不容易慢慢 恢复下来 平静了 有另一个王 即位了 他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即位的一件事 就是报仇 在燕国 吃到其次大辱 差一点被灭国了 向谁报仇 向齐国 若燕能够向强旗 报仇吗 你有这样的人才吗 于是燕昭王 要下令求是 求得贤士们 帮助我 要向齐国报仇 他求到了 什么样的贤士 能不能够 为燕国报仇呢 那么齐国的霸主 还能不能够 坚持下去呢 还能够坚持多久呢 请关注下节 谢谢